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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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 你们要去求大恩和上主 十堂相望遮掌祂的词言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甚至等谁与你们同在 因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在今天的读经一 我们继续听保禄写信给 阿弗所团体 在今天 他劝阿弗所人 阿弗所教会 要彼此 在彼此对待 要以爱 对待彼此 也要彼此宽恕 他也提到 在他们每天的 的谈话 要避免 讲这些 我们说笑话 但是笑话 有一些是不好的笑话 要避免 连要提这些的罪 也不要提 那这样的就说 我们成为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应该是要这样的过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圈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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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同生 同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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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德 加强我们的妄德 启发我们的爱德 使我们爱慕 均守你的诫命 以获得你的恩许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万 阿们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厄福所人书 帝兄们 他为我们而牺牺牲自己 作为新香的贡物和祭品 献给天主 至于邪淫和一切不解贪婪的事 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 这样才合乎圣徒的身份 同样猥亵放荡和轻薄的笑话都不相宜 不相宜 却要说感恩的话 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 不论是犯邪淫的 行不洁的 或贪婪的 贪婪就是崇拜偶像 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 不要让任何人以敷衍欺骗你们 正因为这些事 天主的愤怒才降到这些悖逆之子身上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从前你们是黑暗的 现今在主内却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也自然该像光明之子一样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不随从恶人的计谋 不与罪人同路 不与讥讽者为武的人真是有福 他喜爱上主的诫命 昼夜默想他的法令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他好像种在西畔的树木 按时结果 枝叶长青 所作所为 顺利成功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全心依靠上主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全心依靠上主 分别 City 所以千oba耶鸡 好好選พ Jeless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那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为你 一个安息日 耶稣在回堂里教导人 有一个女人被魔鬼产生十八年 身体弯曲止不起来 耶稣看见了便叫她过来 对她说 女人 你的病已经痊愈了 于是把手按在她身上 她立刻就直起腰来 光荣天主 会堂长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便对群众气愤愤地说 有六天应当工作 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来治病 但不可在安息日 主说 喂君子啊 你们哪一个人在安息日 不解开草上的牛驴 而前去饮水呢 这个女人是亚巴兰的女儿 被撒旦缠住已经十八年了 就不该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束缚吗 耶稣讲这话时 所有与她为敌的人都感到惭愧 群众却因她所行的种种辉煌的事迹 都很欢喜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在今天的读经 又是在安息日 又是治病 那我们就知道了 后面的故事应该的发展 应该会是怎么样的 在安息日 在会堂里 耶稣治病 那法利塞人 这些犹太人的灵修 也在场 那耶稣看到了 有一个妇女 她不是被抚摸 但是她被魔鬼的作为 所以她就得了一个病 那她这个病呢 有十八年 她的 应该说她是脱背 无法置身 无法置身 可以站起来 那我在看今天的福音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们在圣上堂 有一个姐妹 她就分享她的儿子 那她的儿子 就是说 来到这个世界 只有十年 但在这十年当中 她七年得了一个病 从应该说 从她三岁的时候 就得了病 一直到十岁 那这个病 因为那时候 如果可能是现在的话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因为是医学的发达 我们可能会找到的原因 但是那时候 真的是找不到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孩子 他因为这个的病 让他的身体 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直立 就是没办法站立 所以他就是 好像就是托背 就是这样的要走路 就是托着背走路 那有七年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这样的病 是多么痛苦 因为我们就没有 没有经历过 但是从她的母亲的分享 真的是会看到 会感受到 这个的病 是怎么样的痛苦 那母亲也分享了 这个儿子的痛 他也陪伴着 那儿子的痛 也是母亲的痛 但是这个儿子 就从他的分享 就是这个儿子 虽然是过的生活 来到世界只有十年 但是他也活出 天主托给他的一个使命 在他的信仰的生活上 也带了给他的母亲 也带了给家人 也甚至带给我们教友 一个有关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福音 那这妇女 她有十八年 脱背十八年 那耶稣一看到她这样的 耶稣就主动的 主动的治病 他就叫她过来 以后呢 他就主动的跟她讲 这妇女 她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没有求耶稣 说要治她的病 但是耶稣就叫她过来 以后呢 就跟她讲 你的病已经痊愈了 以后呢 他就给她复仇 那因为是这样做 在场的 犹太人的灵袖 就来了 应该说 那个会堂长 会堂长 他就向群众讲 看到了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 但是他就向群众讲 说你们有六天 可以工作 可以治病 不要在安息日治病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所针对的 不是群众 他所针对的 就是耶稣 那耶稣一听到了 他一看到这个 他就说了 你们这些人 就是为君子 被骂了 本来他们说 这个是我们的宗教的 生活宗教的教导 应该是这样做 当时他们就被 这个会堂长就被骂了 你是为君子 那为什么说 他们这些人 犹太人的灵袖 是为君子 他就说了 他说在安息日 也允许人 可以 可以把那个 他们的那个动物 从这草里面 可以带他们去 去饮水 这样的做 也是一个工作 当时呢 他们这样做 也不会 违反安息日 那现在在这里 有一个人 已经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被魔鬼 被魔鬼的作为 所产生 在他身上 有这样的病 他连直生来 也没办法 耶稣应该看到了 这个仆人的痛苦 所以他就逐端的去治好他 所以他就说 你们也可以这样做 把你们的动物 牵他们去喝水 那现在呢 在这里 比动物 是更贵重 是杨巴朗的女儿 我们这样的做 也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 在我们自己 我们有很多很多 我们说 这个是重要 这个也重要 这个重要 但是所有的重要 有它的不同的程度 有的是重要 有的是比较重要 有的是更重要 或是另外一个是最重要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要把那个动物 给他饮水 这个是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救人灵 要救人灵 所以在今天 耶稣所做的 就是这个 要救人的灵魂 所以在我们的 每天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哪一个是重要 如果人的灵魂 跟其他的事情 放在一起 我们当然要选择 就是要去救 人的灵魂 希望我们可以看到 哪一个是重要 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我们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 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惨破 主 愿意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宵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无满意 的 其诸圣人圣女的荒荡 终身是佛名 天主 请与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 愿求你 神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神与 与众位 首长 国家 领袖 及座 及政府 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 服务 谁能用神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 把分屈 心恩的安慰者 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 及 宵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朝贱 及 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信仰里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 这位蒙受福音的 广泛人民 获得你的 真理 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的意义 不要让我们 显以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雄恶 阿们 愿主以你们 同在 愿你的心灵 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 录音摆 感谢天主 祈福的眼睛 同我一起看 祈福的耳朵 同我一起听 祈福的嘴巴 祈福的耳朵 同我一起听 祈福的耳朵 同我一起听 祈福的耳朵 同我一起听